按资历来说早年刘少奇与周恩来根本没法比 周曾长期担任中共领导人 共产国际中国代言人毛泽东多年的顶头上司 周恩来在中央红军长征时 他都是党政军第一把手 刘少奇在党内的攀升得益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 两人在搞安元煤矿工人大罢工时就已认识 最后流通过树立毛泽东思想 取得信任成为毛德利助手 周恩来与刘少奇的冲突起于抗战 王明于1937年11月受苏联指派到延安 目的是让中共联合国民党全面抗战拖住日本 减轻苏联卫国战争压力 当时王明提出一切服从国民党 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毛泽认为抗战乃是中共发展自身力量的天赐良机 毛泽东1937年9月 对富山西作战的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指示 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 我们决定的政策是70%是发展自己 20%为妥协 10%对日作战 此只是出自该年8月下旬 中共落窗会议秘密决定 因此毛泽东与王明展开激烈冲突 王明到中共武汉的长江局 在那里向延安8号施令 实际上等于另立中央与毛泽东唱对台戏 周恩来看到王明有苏联支持 自然是毫不犹豫站到王明那边 刘少奇和彭真领导的华北局执行毛的方针路线 因此周就跑到华北局让他们服从长江局的领导 为此彭真代表刘少奇与他发生激烈争吵 算是周刘坚第一次冲突 周恩来坚决站在王明一边 如此与毛流派系视同水火 毛泽东针对王明采取的方法是利用康生 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 进行残酷的干部审查 借此打倒政治对手 整风运动如果从1941年5月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 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始 到1945年4月20日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 延安整风加上审查干部 前后经历了四年左右 延安整风运动中整肃的主要是两派 首先是王明代表的所谓左倾错误路线 其中不少就是当年中央苏区整毛的那批流苏派 还有就是周恩来代表的右倾投降路线 都是从毛手中搏过权的党内实力大员 周当年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 毛泽东多年来的领导和对头 整风运动的最后结果是周恩来彻底认罪 王明则被清除出权力核心 康生领导的整风运动在党内造成严重分裂 朱德 周恩来 彭德怀 张文天 刘伯成 叶剑英 伯谷 王驾祥等领导人 受到严厉整肃清算 配合毛泽东整人的则是刘少奇 彭真 贺龙 陈毅 特别是康生起了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 刘少奇借整风运动对周恩来派系人马进行了残酷的斗争 所用借口就是康生在整风运动中发明的红旗党政策 所谓红旗党和红旗政策是1942年 康生在延安整风中搞出来整周恩来等人的手段 当时牵连慎重甚至向河南 甘肃 四川等多个地方党委 全部被诬陷为红旗党 康生将国统区从事过地下工作 曾被捕后释放的白区干部 抗战爆发后经党组织介绍 从各地奔赴延安 大多数青年学生均打为红旗党 1943年春中共为防止党内出内奸 在延安整风尚未结束时又开始了省干运动 所谓红旗党及国民党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 假冒共产党的国民党特务组织 通过引诱进步青年渗入共产党内部 达到分化破坏瓦解共产党的最终目的 简单概括为打着红旗反红旗 张克勤原名樊大卫 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革命 抗战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 1937年加入中共 后经林博渠同意圣延安深造 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工学学习 因其父亲在兰州被敌人逮捕自首 本人对领导提意见偏激 加上鲁毅有人检举他是特务 所以被康生下令康管起来 19岁的张克勤受到六天六夜逼控和假枪臂威胁 在坦白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后 他招出甘肃地下党 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 国民党红旗政策产物之类的假口供 他在1979年写给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的信中说 他当时并不知道红旗党和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这一类词 全部是审讯他的人的提示 对此康生让张奇大马配红花到各机关学校做讲演 介绍他的特务经历和反悔过程 宣扬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内奸政策的新策略 从而得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不可靠 必须重新估计的错误结论 并且以此作为打击周恩来白区工作主要领导者的地位 如此周恩来成了反面教材 白区工作错误路线的代表 1943年3月刘少奇经毛泽东提名担任军委副主席 周恩来在党内的位置居于留之下了 王明在整风运动中被毛彻底打败 延安整风运动过于残酷 甚至惊动史达林出面干涉 要求毛泽东停止整风运动 莫斯科的纪米特洛夫给毛拍出绝密电报 时间是1943年12月22日 要求坚持国共统一战线 停止迫害王明和周恩来 并对中共某些干部 对苏抱有不健康情绪表示担忧 还特别点了康生的名 毛虽将康生抛出来做替罪羊 他则演出解救众人的好戏 最后苏联也只得接受毛胜利的事实 将王明抛弃 周恩来由于此次压错宝投机彻底失败 从此在党内地位直线下降 已经不能与刘少奇相提并论 周恩来垂头丧气 在党内日子难过 甚至重庆都感受到周的沮丧 等着周来做第二个张国焘 毛虞是让周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刘少奇彭真对周进行激烈批判 彭真提议索性将周开除出党 周屡次检讨都不过关 在党内抬不起头 周恩来本来是中共在白区工作的奠基人 刘少奇多年来都是在周领导下工作 直到1937年5月17日 召开苏区党代表大会 刘少奇做了关于白区党群工作的报告 他此时才算成为中央在白区工作的合法代表 有所谓的贡献与周不能相提并论 但源于上述原因 刘成了白区唯一正确路线代表 周反而成了错误路线代言人 在七大选举上周恩来得票排在22位 最后是毛邋遢进了政治局 否则说不定周主任真就去找蒋校长了 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由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提议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 作为今后指导的一切工作的指标 还将毛泽东思想上升到 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等的地位 将理解执行毛泽东思想 作为中共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 1945年4月20日 中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主要是赞扬毛泽东亲密战友刘少奇的功绩 党内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是邓拓 但真正将其系统理论化的是刘少奇 并且公开大力宣传作为中共党员的应尽义务 如此刘少奇成为毛最信任的助手 并在后来的党章中将其定为接班人 周恩来则是彻底被压制 干居刘少奇之下了 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很多政策上产生分歧 当时毛想通过高岗来敲打刘少奇 高岗得益于他在东北执行社会主义改造 取得很大成功得到毛赏实 从而坐直升机进了中央 1953年9月到10月间 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毛泽东指示说 这次会议要对组织工作进行检讨 而且指定刘少奇在会上做自我批评 饶恕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安排 中共崩委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发言 让他对组织工作提出些批评 事实上在1953年10月13日 张秀山向毛泽东汇报过会议发言内容 主要是中组部在对共产党员可否剥削 这样的大问题上 有过动摇 张秀山对安子文的思想方法有所批评 实际上是说刘少奇的 毛当场表示支持张 我支持你的意见 你可以去讲 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 少奇同志会做自我批评的 问题是高岗的党内斗争水准实在太差 刘少奇看到毛让高打压他 就通过亲信安子文草拟了一份 未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还有中央部会领导名单 这个单子实际上是刘根据毛的意思 自己私下里让安子文草你的 然后故意让他辗转透露给高岗 高看了名单后 以为毛要让他搞刘自己取而代之 因此找陈云等人准备搞刘的黑材料 还把这个名单扩散了出去 最后高岗下台就死在这份名单上 他便想将毛准备搞掉刘的计划公诸于众 最后毛不得已只能将高拿掉 高岗感到难以理解 不能接受现实之下自杀了 高岗的死令毛极为震惊 因为毛原本还是想保高岗 保留党籍发配到西北先挂起来 然后找机会再启用 毕竟高是为毛在办事 现在高居然被刘整死了 毛对经济建设本就不甚寥寥 严重缺乏自然科学知识 所以想以社会科学经验 领导所谓的大跃进 其实很大程度也是受刘少奇的误导 刘任命的地方大员多数是石干派 总体素质普遍比较差 只知道为刘马首是瞻 没有什么领导经济的知识和经验 只会胡乱蛮干瞎指挥 谎报成绩欺瞒上下 乱报产量方卫星 结果自然是搞得一塌糊涂 但刘在毛面前却强调成绩突出不能再好 而且完全走的是毛的群众路线 因此取得了前五古人的惊人成就 毛完全被他牵着鼻子走 大跃进失败 刘要负主要责任 最后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刘却把责任往毛身上推 使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 股东代表向毛进攻 直到卢商会议最后摊牌 毛当时也发觉到大跃进中 发生不少问题 所以召开卢商会议总结经验 打算收起了 所谓白天出气 晚上看戏本意是纠左的 彭德怀却在此时不合时宜 为民起命 自古军人干政总不会有好下场 彭就是典型的军人摄政 结果毛将纠左变成反右 便向为大跃进做了总结 刘少奇利用批判彭德怀 转移视线 将自己的责任退个干净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最早是他喊响的 毛打掉彭德怀自然在党政军民中 督不得人心 刘顺势向毛反个一击 将责任全部退到毛身上 以便自己取而代之 刘少奇所以此时感冒天下之大不惠 取决于此时他手上的资本 而且既不可施 毛已重判亲离 刘主席胜券在握 党内政经地方大员中陈云 彭真 陆定一 邓小平 博一波 杨胜坤都站在他这边 军队方面是贺龙和罗瑞卿 国务院周亨来也对大跃进反感 各方压力之下毛也只能唱独角戏 不得不全部承担责任 不过通过卢商会议批捧 以及接下来发生的系列事件 毛这下总算看清了刘少奇的本来面目 原来身边还真有个贺鲁晓夫 毛泽东一事下决心将刘少奇搞掉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刘少奇 此次毛亲自担任总司令 具体行动的执行者是周恩来 林彪 江青和叶剑英 周虽然在大跃进中与毛有矛盾 但是对刘手下人的瞎胡闹也很反感 忌惮于毛在整个大跃进中走在前台 毛有说他离右派只有50米的话 周虽然心里对彭德怀的意见赞同 实在也不好有什么表示 现在毛主动向周表露要搞掉刘 周毫不犹豫地冲在前面 况且周恩来与刘少奇心仇就恨 现在他终于等到了机会 所以周在批刘行动中表现得异常积极和兴奋 毛首先是清理周边 制造了彭真 罗瑞卿 陆定一 杨尚昆反党集团 将刘的主要助手汪凶全部打掉 还迫使刘少奇邓小平主持批判工作 负责给这些人定罪自取其辱 让其在党内颜面尽失 然后在北京成立首都安全工作小组 这一步骤非常关键 小组长由毛点将 十大元帅钟老莫 叶剑英元帅担任 小组其他成员则由周恩来提名 并报请毛批准由周恩来领导 并且直接听命于毛 叶剑英本就有当年四方面军电报之功 虽然建国后主持过地方工作 但不算得志 毛对他还是信任的 而且他也是周的人 现在既然被点将 自然是尽心尽力 况且 刘少奇虽然担任过新四军政委 他本身在军队里没势力 叶与刘也无太大交往 文革后邓小平主张给刘少奇停反 叶剑英坚决反对 因为他是打倒刘少奇的干疆之一 刘少奇毕竟是个文人 大跃进后三年 他领导经济工作着然有效 刘主席在党内声誉隆起 况且他常年控制了中共的党务政务系统 地方大员都是他任命的亲信 更重要的是 他以为周恩来也站在他这边 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国企等于已受他管控 如此刘少奇以为控制了国家机器的运作 所以此时他值得一满打算进一步扩充势力 让老婆王光美搞了个桃源经验 准备借四清把农村基层干部 全部换成忠于刘主席的人 首都安全工作小组为何建立 具体负责什么工作的 安全小组负责首都的安全 北京所有军队和警察归小组领导 而且调度上还特意安排个元帅 游少奇已经成为瓮中之鞭了 虽然他本人未察觉到 毛此时居然出京半年之久 到全国各地观山越水 目的是麻痹对手 这将驻守北京的卫戍部队以拉链的名义调的七零八落 等周恩来将安全问题解决 毛回京主持打倒刘少奇的工作 毛让林将38军调到北京 接管所有媒体戒严后 刘少奇束手就擒 在毛面前刘少奇太幼稚了 以为掌握了国家机器 就等于控制了国家的运作 毛泽东是什么人 搞掉一个刘少奇太简单了 正如毛指着刘说的 你有什么了不起 我动一个小纸头 你就完了 周恩来负责刘少奇的定罪工作 毛对周给刘少奇定的内奸公罪叛徒很满意 当时周恩来曾要求枪毙刘少奇 但毛没同意只许开除党籍 让刘暴露在全党全军全民之下受到唾弃 使他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面教材 周恩来深知刘少奇如果不死 在政治上届时还魂绝不会放过他 最后刘少奇被周恩来安置在开封 并于1969年11月12日被迫害致死 他是怎么莫名其妙死的 周恩来心里最清楚 毛泽东的口头批示 自作孽不可活 林彪批示 无朽人间骂未消 烧掉 周恩来批示 照林副主席说的伴 以火焚之 欢迎订阅 多谢关注 支持转发 Subscribe